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道书第九章第五到第六节 这是圣经的解答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也不再得赏赐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他们的爱 他们的恨 他们的嫉妒 早都消灭了 在日光之下所幸的一切事上 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关于死去的人 圣经说了些什么 根据我们刚刚年的经节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他们的爱 他们的恨 他们的基督 早都消灭了 在日光之下所幸的一切事上 他们还有份吗 圣经说 在日光之下所幸的一切事上 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因此 死人完全无法享受 活人对他们所幸的事 为什么死人无法享受 活人对他们所幸的事呢 在诗篇第146章第四节 这是圣经的解答 他的气一段 就归回尘土 他所打算的 当日就消灭了 亲爱的朋友们 为什么死人无法享受 活人对他们所幸的事呢 根据圣经 当人的气一段 他就会归回尘土 他所打算的 当日就消灭了 所以 其实活人为了死人 花许多钱在祷告 例如弥撒 送鲜花 点蜡烛和其他东西 这一切都对死人 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死人不会知道 活人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事实上 根据圣经的教导 死去的人会怎样 在《创世纪》 第三章第十九节 这是圣经的答案 你避旁有满面 才有食物可吃 直到你归了土地 因为你是从土地而出的 你本是成土 仍要归回成土 亲爱的朋友们 失去的人会怎样 当人失去 他会归回土地 或归回成土 死人会留在他们的坟墓里 死人会躺在或留在坟墓里 知道什么时候呢 在《约伯记》第十四章 第十二和十节 这是圣经的解答 人也是如此 人也是如此 躺下不再起来 等到天没有了 人不得复行 也不得从睡中唤醒 但人属亡而消灭 他记觉 竟在何处呢 死人会躺在或留在坟墓里 知道什么时候呢 根据圣经 人也是如此 躺下不再起来 等到天没有了 他们都不会醒过来 也不能从睡眠中被唤醒 死人会留在他们的坟墓里 直到天都消失了 天什么时候会消失呢 答案写在彼得后书 第三章 第十和第七节 我们可以读到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 那日 天地在轰然一生中消失 天体都要被烈火融化 地和地上的万物 都要烧解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神的话存留 只留到不敬天之人 受审判 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 粉烧 亲爱的观众朋友 根据我们刚刚念的经节 天会在神判 天会在神判日消失 天会在神判日消失 但在神判日那天 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死人身上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8到29节 我们的主耶税 我们的主耶税基督教了我们 你们不要为此感到惊奇 时候就要到了 那时 所有在坟墓里的人 都会听到他的声音 并且要出来 心善的人 复活的生命 作恶的人 复活被定罪 根据主耶稣基督 当神判日来到的时候 死人将会复活 并且依据他们的行为 面临审判 心善的人 会得到圣名 作恶的人 会被定罪 心善的人 会得到哪种生命呢 而作恶的人 会被上帝定下 什么样的罪 在马太福音 第25章 第31到34和41 这是主耶税基督教导的 当人自在他荣耀里 同志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它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 绵羊 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 网友向那 有边的说 你们这门 我父 赐福的 克莱 承受那 创世以来 为你们 所预备的国 网友 要向那 所边的说 你们这辈 救主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 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 永活离去 心善的人 会获得真正的生命 在主上帝的国度里 享受永生 另一方面 作恶的人 会被主上帝定罪 在火湖里 永远受惩罚 因此 人要为自己所做的行为负责 所以 为死去的人 祈祷 确实是 徒劳无功的 因为这 做法 违背主上帝的旨意 很清楚的 活人是 无法做 任何事情 让死人 受益 这就是基督的教会的成员 不为 世事的人 祈祷的原因 亲爱的朋友们 在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将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别离开 我本身是来自马来西亚 是一个华侨 我的名字叫做刘 通常人家都叫我麦克刘 我以前的宗教是佛教 我从小到大 就是佛教 每个月初一十五 我都会去 庙那边拜神 因为宗教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在人生的里面 宗教是很重要的 以前 我在佛教里面 只是说 每次我拜神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到什么 我一直祈祷 也没有什么感觉到 我觉得在佛教里面 每次我拜神的时候 有可能是说 我心里 还是在寻找 寻找一个真正的神 能够听到我们的祈祷 因为在我心中里面 佛教好像 苏加摩尼 全部都是偶像 如果我在拜偶像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 感觉到什么东西 我是从我一个朋友 了解到 有这么一个基督教会 然后呢 这个基督教会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 然后我就开始有一点疑问 在问本身 这是什么教会 所以我就开始 一直在问 在问 在问 是这样 所以到了有一天 我朋友就 邀请我 去他的教会 因为我看到这个教堂 它的设计啊 什么都很漂亮 跟普通的都不一样 然后一进到教堂里面呢 我就看到 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说 男女分开做的 然后他们的慧言呢 整整齐齐 制服啊 衣服啊 穿的都是 很上等的 所以我就问我朋友 为什么他们要分开 为什么要传得这么整整齐齐 这些诚实在基督教会里面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面对神 所以我们应该要准备自己 要以最好的方式来面对它 这才是正确的 就是继续再去了解这个 关于基督教会的一些教导 就是说 从第一天开始 我去到他们的教堂的时候 我就看到很大的分别 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 祂的创造出来的 创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 去拜祂 去信仰祂 关于这个基督教会的教导呢 第一个就是说 上帝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天赋 这是很久很久我在寻找的 这一个答案 总算是 上帝已经回答我的答案 我现在是 一个基督教会的会员 就从那天开始 我了解到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跟上帝很重要 第一就是祂 我们是 祂一手造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都要吸入祂 我们的生命是祂给的 然后我们每次 碰到有什么问题啊 吸入祂的时候 然后我们祈祷 我们会感觉到 祂的力量 祂的神灵 在我们身体里面 会感觉到 会增强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生命是 我很感谢上帝 自从我一个 不对的一个宗教 祂叫我出来 我每次祈祷的时候 第一我每次祈祷 就是感谢上帝 感谢祂 救我到这种宗教里面 祂给我这个机会 从我错的时候 救到我 真正的路上 所以我现在起 从我大概在 受洗的时候 到现在 每次我祈祷的时候 以吸入祂的时候 祂都在我上班 是这样 我答应上帝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我都不会离开这个宗教 观众朋友们 欢迎再次收看 Reconnect福音传道活动 我们现在要回答 一位观众的问题 请问圣经有没有提到 轮回展示 这是真的还是 只是一个传说 如果在过去 有可能让死去的人复活 例如拉撒路 那么死者的灵魂 是否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 回归世上 亲爱的朋友们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了解 轮回转世的定义 在新卫士国际字典 第三版 轮回转世的定义为 一种观念 如转世 死者的灵魂 先后以新的形式 或身体 回归地球 从这个定义来说 人是去之后 他的灵魂会 以另一种新生物的形式 出现 可以是动物 植物 昆虫或人 亲爱的朋友们 这种观念 不是上帝的教义 事实上 轮回转世 是违背圣经的教导 为什么呢 根据圣经 人是有什么组成的 在 第五章第二十三节 这是圣经的解答 愿死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人 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 与魂 与生智的蒙 报首 在我主耶稣基督 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刻之灾 根据圣经 人是有生智 灵和魂组成的 人死后 他的身体会怎样 在《约伯记》 第三十四章 第十五节 这是圣经的教导 凡血肉之躯 必一同死亡 世人必归于尘土 根据圣经 当人死后 他的身体会回归尘土 那 他的计划 死后会怎样呢 在 诗篇 第一百四十六章 第四节 这是圣经的解答 他们的七一段 就归回尘土 他们所计划的 当天就 幻灭了 人死后 他的计划会怎样 根据圣经 从人 死去的那天 他所有的计划 就幻灭 再也不能参与 在地上的一切事 在《传道书》 第九章 第五到第六节 这是圣经所说的 因为活着的人 还知道自己中有意思 但死了的人 什么都不知道 再也得不到任何赏赐 他们被忘得 一感而尽 他们的爱 恨和嫉妒 早已不复存在 他们再也无法参与 日光之下的事 亲爱的朋友们 圣经的教导 是很清楚的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事 死去的人 都不能再参与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 死了的人 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所有的思想和感觉 都早已不复存在 那人的魂呢 当人死后 他的魂会发生什么事 我会读 以西节书第十八章 第四节 这是圣经的解答 看了 所有的魂是属我的 为父的魂和为次的魂 是属我 犯罪的魂必死亡 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说 上帝将圣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后 他就成了有魂的活人 亲爱的朋友们 请留意 人在地上的存在 只有一次 就在这一辈子 没有所谓的轮回 人死后 魂不会以新的方式存在 人的魂不会从一种活物 迁移或转移到另外一种活物 主上帝亲自说 犯罪的魂必死亡 所以当人死去 他的魂和身体 要一起死亡 最后 灵要归回 司令的上帝 这就是在传道书 第十二章 第七节 我们可以读到 那时 尘土必归于尘土 灵也要归回 司令的上帝 亲爱的朋友们 圣经的教导 非常清楚 因此 轮回不是真的 这种观念 违反 圣经的所写的 主上帝的教导 死去的人 不能回归 这世上 死人将留在坟墓里 直到天都没有了 在约伯纪 第十四章 第十和十二节 这是圣经的教导 人死了 就化为乌有 人一气觉 就不再了 人也是这样 一躺下去 就不再起来 直到天都没有了 还不醒过来 也不能从睡眠中 被唤醒 根据圣经的教导 死人在坟墓里躺着 直到天都没有了 也不醒过来 天什么时候会消失呢 死人什么时候 要从坟墓里复活呢 在彼得后书 第三章第七和第十节 这么说 现在的天和地 也同样是 凭着上帝的话 保留下来的 要等着 不幸的人被审判 被消灭 那天 好用火烧毁 但是 主再来的日子 就像小偷 忽然来到一样 在那日 初天要在巨大的 响声中消失 天体在烈焰中烧毁 大地和万物都会消灭 亲爱的朋友们 天在审判日会消失 天体会被烧毁 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 在那天 死人会从坟墓里出来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死者复活 回到观众朋友的问题 他以拉撒路为例子 说死者有可能 以不同的形式 回归到这世上 我们的结德是 拉撒路死而 复生是一个奇迹 但并不代表 这就是轮回 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 是要犹太人相信他就是弥赛亚 主上帝所差遣的 在约翰福音 第十一章十五和四十二节 我们可以读到 我为你们欢喜 因为我不在那里 好使你们可以相信 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 我知道你总是在嘴听我 但我怎么说 是为了这些站在周围的民众 好让他们相信 好让他们相信是你才派了我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刚刚读的章节是 拉撒路去世后 我们主耶稣基督 是他复活的仅仅的一部分 但在主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之前 他向主上帝祷告说 我知道你总是在吹听我 但我怎么说 是为了这些站在周围的民众 好让他们相信是 你才派了我 因此拉撒路死而不生不代表 这就是轮回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您 找到真正的宗教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写email至inctv.sebsi.org 也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Inglesian Rechristal Evangelical Mission 或INC News and Updates 也可以搜寻 Inglesian Rechristal.net incmedia.org 和pasugo.com.ph 我们也邀请你们收看和收听 INC TV和INC Radio的所有节目 我们更是希望你们来参加 我们的敬拜聚会和福音传道活动 感谢你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